对不起,那再来多语言协作机制 今天还有一个4G0V多语言协作机制 这个谁要讲,谁要讲一下 贝斯可以 贝斯再讲一下 谢谢大红 可以 这个现在有点复杂 就是在疫情还没有很严重之前 大家就是有开始协作 就是具音笔 这样就是跟外国人协作的状态 所以那个就是 然后 所以大家如果点那个多语言协作机制 讨论的话 点进去就会是就是 就是 就松这边就是跟Core for Japan那边合作 就是找出一些就是 可以 让就是双边进行合作的一些GNV状案 所以之前的第一个 就是那个GNV的首页 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翻译这样子 因为GNV首页就是已经有中文跟英文 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英文再去延伸日文 然后 再来目前也有在协助就是临时小学校的部分 嗨嗨嗨 嗯 有听到 大家听到我刚刚讲到那边 我听得到顺的 对 我也是 听得都顺 没有断 对啊 就是 小学校跟临时 就是网站的翻译 对 现在就是 现在主要是这些 然后 是想要就是 就是 我们能不能还能够找出更多 就是GNV状案可以更 让外国人可以更容易协作的 因为会找 然后像最近其实也有也有 Core for Japan有帮忙翻就是那个疫苗的网站 那 这些网站 网站可以被写作的原因是因为 都有英文的 就是在Github上都有英文的那个guide line 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可以看 但是其他的 很多距离专案 大部分都还是中文 所以就是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有一件事情是 就是现有的这些 就是大家看有没有兴趣 一起来帮忙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怎么就是建立这一个 就是协作的机制 就是让更多GNV状案可以有 更好的英文内容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更多外国人 可以容易加进来协作的方式 好 了解 那等一下就是代开以后 这个就是那个Base会带大家讨论